嘿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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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中亚洲大学圆青社 今年办理圆明州系列活动 以北南竹成长的花环为主题 来呈现北南竹重要的祭典仪式以及生活文化 每场表演都相当到位 就连前来参观的北南竹专任委员 都一度以为是远从台东出入部落的青年 前来亚大进行表演 今年年初刚好有到出入部落去 他们让我再一次的重新的温喜乐 今年年初我在出入部落的记忆 真的很棒 而且他们竟然不是北南竹 让我非常的亚裔 我以为他们都是部落的孩子 对于这个多元文化的一个传承 本来就是大学一个重要的使命 所以我们就是轮番的 我们让各族之间相互的也去了解 那么他的一些文化的一些精神跟内态 那像今天我们就是以北南竹作为主题 亚大每年办理圆明州活动 都会选定一个原住民族文化来作为主题 今年则以北南竹作为活动主轴 并且为了这次圆明州活动的呈现 原青社学生从去年底就开始进行田调工作 也从台东出入部落请来族人指导 过程一点也不马虎 我们在去年的12月底有参加 北南竹出入部落的部落参访 然后就是跟着族人一起学习 一起度过这个年纪 然后我也有先请他们拍片 拍一个影片 然后我放在部落里面给长辈 或部落族人里面看 然后请部落族人他们给一些指教这样子 在这次的表演内容中从同庆舞 成年里一直到家灌青年仪式等等 涵盖北南竹许多重要的生活文化与祭典仪式 希望透过这样的演出 让每位前来参加的同学或观众 都能透过他们的表演来认识北南竹的文化精髓 原是新闻No台中市场榜报导